上海又出现了从台湾输出的病例 这名台湾籍年纪大约是70几岁的妇人 8月15号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 当时她在入境的时候一踩尸阴性 没有想到在居家检疫期间 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 再次裁剪之后确诊 指挥中心接过通报之后 也立刻展开了疫调 初步掌握这名妇人 在台湾期间主要都是一个人独居 那么她活动的地方都是在南部地区 目前一共匡列了33名接触者 那么其中在之前 在这个妇人她要到上海之前 也曾经跟一些人一块聚餐 还有开车送机的14名亲友 他们的PCR核酸检测都呈现阴性 另外还有医院的接触者 目前也会再评估是否有裁剪的必要 才断断不到一周时间 又有国人飞到上海确诊 这名气群妇人这个月15号 飞抵上海浦东机场 当时一踩阴性 被安排到防疫旅馆 却在检疫期间出现喉咙痛症状 隔天再一次裁剪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她21号才发病 但是之前事实上都没有在台湾 都在上海嘛 所以她这个个案应该是不会对 对台湾的疫情有影响 我们现在在追的其实是比较偏向是说 到底有没有人感染给她 到底是在上海还是在台湾感染 还要持续调查 初步掌握这名确诊的70多岁妇人 在台期间都是一人独居 主要是在南部活动 因为身体不是很少外出 直到11号因为即将出国 才跟亲友一块聚餐 指挥中心目前匡列33名接触者 其中一同聚餐和街机的14名接触者 PCR核酸检测都是橫线阴性 新阶段都在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还有医院接触者也要评估是否有需要进一步裁检 而先前的另外一例从我国移入上海的个案 更据了解这名国小男童 经过连续五天裁检 只有一天呈现阳性 专家评估决定让他解除隔离出院 目前还无法判断是否为未阳性 但不论真相如何 随着我国陆续传出输出病例 也已经纵致民众恐慌 这位女朋友明镜特不不懂